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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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集就很感謝請到Stoong Stoong 了 Stoong 了來泰國多久? 都... 差不多年半了 是 應該都生活愉快了 在泰國,是不是? 不是不會有年半,是不是? 都會繼續住下去的 都會 那就很感謝你們 因為我們收到很多網友 關於簽泰國 visa 過來居留的問題 其實在泰國申請過來 有很多類型不同的 visa 我們今集就集中在講退休 visa 就是說要夠50歲了 你才可以申請 visa 我們開始問問Stoong 了 Stoong 了 你呢 初初過來泰國之前 都是居住在香港的 你申請退休 visa 的時候 其實是在香港申請 還是飛過來泰國申請的呢? 當時是在香港申請的 哦,在香港申請的 好像在金鐘中環那邊 紅綿道... 對,紅綿道... 東窗... 現在這個地址我都會打在畫面那裡 我們的朋友可以看到 當時是你自己親自去申請 還是可以托人去申請的呢? 當時我是親自去申請的 嗯 那你可不可以呢? 因為今天我們都跟網友說聲 因為今天的資料性比較多 我就盡量會帶回多些資料 在畫面那裡 又或者你們覺得哪一部分有用的 可以記下 那為什麼我今天又要訪問Stoong 關於他自己親自親身去申請呢? 就是因為呢 其實呢 很多人不是很清楚 申請泰國退休Visa 這件事呢 就說要走了很多轉 那所以呢 我們希望Stoong呢 今集訪問完之後呢 我們起碼走少一兩趟都好啊 是不是? 那當然啦 大家如果如有疑問呢 也可以去泰國那個網站那裡 看清楚他們的要求啦 那好吧 回到Stoong呢 那你就親自去申請啦 那當時大概的程序會是怎樣的呢? 你會是怎樣安排呢? 當時我就在 直接去那裡 就沒有上網去 下載一些表格的任何東西的 就是覺得 永遠都不知道 不如就直接去問多些資料 那都帶了護照啊 那些資料 上到去呢 就拿炒啦 那都排到 都幾多人的 其實那裡就申請不同類型的東西都有的 嗯 其他外國人可能申請 是啊 我那時候都試過上一次 差不多你 你一晚了就爆棚了 根本 泰國領事館是很多人的 不同國籍的人都有上 對 人手真的不是很多 那你最好就上到去呢 就早 早 早一點上去 那省下時間 那上到去呢 我記得那時候就 拿了 他就問了我 我需要 申請那個 OA 就是 退休簽證 OA Long Stay 是啊 他就 給了 問我是不是超過五十歲 那我就說 就給了一些表格 表格裡面呢 其實 即時就申請不到的 那些表格真的要你的填 還有你需要 有一些資料呢 是要準備的 嗯 之前準備好的 是 那其實之前都大約知道 有些資料 例如 你需要有 首先你的銀行 在你名下的戶口呢 需要有 連續三個月 平均有二十萬港幣的存款 嗯 有這個證明 這個證明呢 當你申請過那一刻 你還需要 叫你銀行 出版本的信 去證明 嗯 這二十萬港幣 那我想你 你可以問銀行 銀行會知道什麼 它應該做完做熟 就會幫你出版本信 當然那本信會收一些 手續費 我記得 當然了 沒有免費午餐的 是 那這個其中一部分 第二部分 你需要 其實 申請 會規限 都有 需要你的護照 就要 你申請那一刻 還有十八個月的 有效期 有效期 才會更穩 最安全 嗯 當你填到那個申請 標格 你再到領事故 記得 有三份的 copy 它那裡有需求 你上網就能看到的 我現在也簡單說一下 還有護照的尺寸 它有一個特定的護照尺寸 是 是過往6個月內拍的 嗯 還有一些個人資料 就是它有些方便你要填的 嗯 就是它要求的資料 嗯 那 還有一件事呢 就有一封信是關於健康那一部分呢 健康要求你做一個身體檢查的 嗯 證明你的身體沒有什麼 它們覺得是一些傳染病之類的 就是當時你上去泰國領事館 問它拿些資料 它就已經給了 有一張醫生要填表 就是要填的那份東西給你了 是的 就要填你的健康狀況 嗯 嗯 明白 那這些資料 那我當時 我現在講到比較 因為都有差不多一場時間 我都是 大家留意了 是的 Stone 因為是 差不多年多前申請的了 那當然你們如果過來申請 最好上官網 看看現在有沒有更新的 因為泰國的那些條例 其實它是 分分鐘更新的了 就未必知道的 所以呢 大家上官網看一看 都是要補充這句 是 那當時我就回去填好表格 之後就即時可以做一個身體檢查 嗯 哦 就是你拿著表格就即時做身體檢查 就回去做一個 其實在普通的診所或者你 你看到頭昏申請的那些醫生都可以了 你可以 就是執業的醫生就可以了 他們都知道怎麼填 還有 可能叫你真的做一個檢查 那你當作一個身體 嗯 就是他們不是那麼要求高的 不是說全身檢查的那些 其實是嚴血報告啊 照X光啊 還是大概你當時 這兩樣都有的 都有的 會報告照X光 還有他會檢查一些 有沒有一些 就是流浪病那些 好啊 就是Stone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現在再說一次的程序呢 就是說 你呢決定要去泰國生活了 接著就帶齊所有的資料 甚至是沒有帶資料是不是 第一次 就是你應該是沒有帶資料 然後就上了去泰國的移民局 在金鐘那個辦事處 就問他應該預備些什麼資料 還有呢 就拿了一些醫生要填的方法 還有你需要填的方法 是 那就開始了你預備文件的程序了 嗯 那麼預備文件的程序呢 就是你所有事情都做了 甚至健康身體檢查都做了 沒錯 然後就交這些資料去 上移民局 還是 那梁文貞那些又是怎樣呢 就回到移民局 就把我 第一次上去 他給我的表格 和一些身體檢查的表格 填好那些 正本 就上回去 移民局 但是 因為當時呢 現在我不知道 但是當時就沒有得預約的 嗯 真的 每次都要你 親自上去 拿炒送一個建議 大家多一天早上去好一點 嗯 那我就拿上 上回去 再 排隊 那就拿回 大家的表格 那就 但是表格填了的時候 有沒有說 哪一部分是最有難度的呢? 有一部分 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有一部分我想著 就是他有要求 駐泰國的擔保人 嗯 做你的擔保人 那一部分要填動 擔保人的一些簡單個人資料 還有他的住址 這方面的 那當時我就 就是需要一個泰國的擔保人 是 那這個擔保人 這個人是不是一定要是泰國人呢? 當然如果他是泰國人就最好了 但是我當時幫我填那個人 其實已經都是香港人 嗯 就來了泰國 有年多兩年 那他也有資格幫我填 那是不是他的職業上有專業資格 又或者 有沒有說限定是什麼人 多少歲以上 他是一個泰國人就最好了 更加可以做你的擔保人 但是如果他是一個 嗯 就好像你是一個香港人 又在那邊退休 可不可以做人的擔保人呢? 當時我的那個擔保人 就是跟我同一個性質 哦 他已經 但是他已經在泰國住了 年半以上 嗯 那他 他也是一個申請退休簽證 移民泰國 是 不過這部分一定要填 總之他表格上的任何一部分呢 你都是要填寫的 嗯 如果有什麼申請退休簽呢? 其實 因為他們都比較正規的 就 你少了一件事沒有填 他都不會批准你 嗯嗯 那 好了 那說回頭 剛才你說銀行要有港幣20萬 嗯 那我唱了泰幣哦 我用泰幣去證明我有這個錢可以嗎? 嗯 我相信可能不行 因為我當時是我的香港港幣戶口 嗯 那我要有20萬的港幣戶口 存款 他是看我在香港的時候這筆錢的 嗯 即是你在香港申請呢 就正常要看回港幣戶口 不是展示一個泰幣戶口 大家小心了 沒有沒有沒有 是的 因為之前阿東都 其實在一個咪後 都跟我們提過 你是如果在香港申請呢 就要展示一個港幣的 這一部分因為也有網友問過我們的 其實阿松 譬如說來到這一部分 你預備了這麼多文件 嗯 然後再拿上去領事館 再給他們遞交 那時候就還沒有糧文證的 但是遞交的時候 你有什麼提示 可以讓我們的網友 走小轉的呢? 我想每樣東西 包括護照片 照片啊 或者你申請表格 最好就有 額外兩份 Copy 那你影響定好些 因為去到那裡 如果你 有什麼失望 要影響 是那幢大廈沒有的 你要真的下樓下去 對面另一幢大廈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 到時候他們應該會告訴他們 在哪一幢大廈 有些影響 但是也要行程 來回應 都要15分鐘 你影響定好 那就麻煩一點 最好你就 遞交你的資料 有兩份Copy 那麼 令我多 目的少 嗯 好像說上面 有時候都是只有一個 職員在這裡做事 可能 他怎麼收完不夠之後 都會馬上 reject 你不夠資料 你不可以後補 都要多走一轉 其實他有三個職員 但是我記得 當時 在理事館有三個職員 即是在那個窗口 現在不止 各位 但是 負責 做這個OA 就是 退休簽證 只有一個職員 專門做 因為其實我所知道 他們 我的大交資料 也是他收 然後 幕後 他怎樣去處理 去驗證資料 都是他做的 各位留意了 如果拿資料上去申請 記住 寧願 多 copy一兩套 放在身邊 因為好像說 那裡影印也不方便 是啊 我所知道 就是那一棟樓 都沒有得影印的 當時 就是領事館裡面 沒有得再影印的 如果欠文件 是啊 是啊 當時我也要 直接到那棟大廈樓下 之後 可以到隔壁大廈 做一個影印 之後回頭 嗯 這裡也挺麻煩的 是啊 時間也要 可能一來一回 都要成 影印 可能也要 十五二十分鐘 是啊 走來走去 然後玩手回來 又要排隊 就麻煩了 是啊 好了 如果我交了資料 下一步 是不是 自己去警署 要求拿梁文證呢 不是 這部分他們 因為你從網上看 又說需要這個東西 但是 他們第一次 派一些表格給你 又沒有這種表格 直至他們 剛才我所說 他們第二次 大交際做的表格 就大約隔一個月左右 應該就有個結果 他們有個結果 他們有個結果 會直接通知你的 嗯 結果就是 他們再檢查你 大交際資料 大交際資料 有沒有問題 包括你的銀行那裡 那些所有 或者你的 所填寫的資料 那些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他們就會 有個電話 叫你 當時 他的電話 給我電話 這些資料 OK了 叫我上去 拿一封信 那封信 就是要求我 我拿一封信 證明我是 梁文正申請的 嗯 即是無犯罪紀錄 那一份叫 對 那文章寫著 無犯罪紀錄 證明書 是 那封信 就是由 泰國領事館 發給他們的 發給我 發給我 發給你 是 持著 持著 拿著這封信 就去 香港 警務總署那裡 是嗎 對 香港警務總署那裡 申請 一個梁文正的 那 大概多久 又會 有回答呢 這個申請 就要 我當時就 先上網預約了 哦 即是要上網預約的 下預約 就是 你差不多都 都 很方便的 因為其實在預約 幾點 哪一天 你有空的 幾點 會上去 香港那個 警務總署 警務總署 做這個申請的 是 上到去 你也是填表 交管理領事館的封信 主要就是領事公署裡面 也有 或者你自己要看 可能戴上護照 如果網友有興趣 也是需要上 現在畫面的網址 看看他們現在有什麼更新的 然後 拿相關的文件 上去遞交 好像說 都很快收到 feedback 大概過零星期左右 好了 你的良民證結果 他不會直接給你 或者通知你去拿的 嗯 警務署那邊會直接 將資料 就 他們 直接交給領事館那邊 交給領事館那邊 但是你怎麼知道他搞定了沒有呢 就 其實由領事館那邊 通知我 他們收到你的 警務署那邊的 良民證 嗯 批黑了 嗯 他那邊通知你去 我想要這個時間 當你去警務署交 申請良民證這個 那天算起 大約 我想你兩個星期左右 嗯 會收到 如果正常的話 會收到 泰國領事館的電話 通知你 他們收到 我的良民證 proof了 叫我上回去 移民局那裡 嗯 拿回一些資料 拿回什麼資料 其實這個時候 那些資料就是 已經審批了 是 可以 護照給你 哦 你可以 可以 就是你的移民 批黑了 那就是說 良民證就不是直接發給你個人的 就是發給領事館 領事館再叫你 告訴你 梁文證收到了 同時間 文件都搞定了 是 沒錯 就是不需要再等了 是 然後你就上來移民局 拿回你的文件 但是當時所謂的文件 就是passport 可能已經吸了印了 是 哦 那吸完印之後 你當時在香港的 是 那我是不是吸完印之後 就是 不需要馬上來泰國 還是無限期 還是怎樣的 我這件事都要提一提 它的passport 通常有 它的有效期就是 需要你在 它派入那天 算起三個月內 你就要用 就是 意思 換言之 你要出入境 你要出入去泰國 嗯 take action 它有簽證是 正常來說是有一年期的 但是它派入給你那一刻 香港那邊派入給你 只是三個月而已 那你需要這三個月內 就要離開香港 直接是用這個 斷刀占證 visa 去 即是 來泰國 那 然後 他們給我的資料 就是 去來到泰國之後 你在三個月內 再去泰國的 人民國那裡 做一個 延期申請 做多一個延期申請 就是報道的意思 就是 把這個 簽證 年期到 是一年期的 即是它在香港 不是 即是給你一年期的印 是的 是給你三個月的印 但是就是屬於退休簽證 好去泰國報道 但是那個印 是屬於退休簽證的印 是的 沒錯 好了 Stone 我現在呢 就結合了一些問題 我也知道 簽證那方面 其實很多 朋友都問過我們一些問題 可能我們呢 都 現在 複述一次 一些朋友的問題 第一 是說 健康檢查報告那裡 其實呢 聽起來呢 就好像很簡單 那是不是 譬如說 有沒有說限期的呢 是不是我一定要拿了表 就是說 你說上移民局拿表 嗯 然後又拿了醫生的表 在那一刻 我們才可以做 驗身報告 還是 其實之前 有朋友已經出去 政府機構 或者其他地方 已經做了驗身報告 可不可以用那些驗身報告呢 有沒有限期 或者有沒有一些 什麼規定 那個驗身報告呢 有後期就是 兩個月的 就是如果你超出兩個月 那個驗身報告 或者可能你三個月前 做的檢查 就是無效的 他要 他要 那兩個月的意思是 計什麼呢 他批准你 就是他 人民局 批准你 就是 批准你的 OA visa 成功那一刻 那一刻 那一刻 要兩個月內 才有效的 批准OA visa 但是你一早已經 交了報告 交了報告 但是還沒有批准 那 就需要你 總之他批准了一下 批准的時候 所以其實我都建議大家 沒有提早 太早去申請 去做這個身體檢查 什麼時候做 最好呢 其實都 我想最好 就是 你的資料 首先要齊全 就是 因為如果不齊全 有些什麼卡住 變成你的申請 又延期了 最後 你所有資料齊全 的時候 那一刻 你可以做這個身體檢查 是的 你也有忙又問 喂 我沒有泰國地址 但是那份表 好像也有問 你住在哪裡 在泰國什麼地址 那 如果我真的沒有買樓的 沒有物業的 又沒有租 因為我現在在搞簽證 那怎麼辦呢 這個問題問得好 其實我當時 都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 大家都在填同一份 那 當時 其實我也沒有物業的 又沒有 找到 實質 沒有地址 沒有看過地址 即是個人的地址 那 到時這一部分 我靈結一束 就覺得 那我真的沒有 但我還是要填的 因為你不填 然後 樓空 到時 原物局 都是要 你 都是不會批的 但就不是很詳細的 就填上 因為我之前 都來看過 看過那些樓盤 那 挺喜歡其中一個樓盤 那 其實當時 就這樣寫 那個樓盤的地址 即是多了一棟大廈 但就沒有寫 多少樓 那些東西 簡單寫過 那棟大廈的地址 這樣 其實 原來那個字 沒有什麼事 那都過了一棟 那我相信 他們會比較留意你 一些比較重要的資料 例如你的戶口 真的有沒有二十萬 然後你的那些 樓民證 樓民證 你的身體檢查的結果 還有你的戶口 有沒有超過 有沒有一年半的有效期 這幾個比較重要的 他們會照顧 如果好 那又有網友問到 好像說現在 要有一份泰國的保險 才可以申請Visa 是不是呢 Stony 你所知 是不是一定要在泰國買了一份保險 才可以申請這個退休簽證呢 我不敢很肯定 但是我當時 也是一年半前的事 我申請的時候 就沒有聽過這件事 還有我本身也沒有 在泰國買過任何保險 嗯 嗯 申請的時候 又沒有要求我需要這個資料 所以我覺得是 我只可以說一年半前 沒有這樣的需要 還有 我直至 我現在來到這裡 我其實已經續了 第二年都在這裡 再續一年期 但是他都沒有 移民國都沒有要求我 需要有這方面的資料給他們 嗯 其實呢 這裡我都有些補充的 就是呢 其實泰國政府啊 移民局那裡 他們經常都說鼓勵 長期定居在泰國的人 買一份保險 特別是悶診的保險 那 也都說呢 這個是一個 長遠住在這裡的資格來的 但是呢 還是在這裡吹風的階段 就未說實施 也都未說一定要的 那所以暫時呢 大家可以密切留意著我們的網站 如果我們知道 或者一個樣東西呢 都會和大家分享的 那 好了 除了阿東你呢 申請了 Visa了 很成功了 三個月呢 之內就來到泰國生活了 那其實如果在簽證方面呢 你過來報到完呢 還有沒有其他事情要做的呢 是不是直到去第二年呢 逐申請啊 還是中間不需要再去移民局做任何事情呢 都不是的 你來到泰國之後呢 每三個月 就是假設我一月來了 那二、三、四 四月份呢 我就要去做一個 三個月 九十天的報告 就是當你一月底來 二、三、四 總之就是三個月 四月底前 我就需要做一個 就是叫做 它們俗稱的九十天的報告 就是去報道 就是報道你現在還在泰國 那這個九十天的報告呢 就是每三個月 這個呢 和你的退休簽證 你可以說是無關的 總之你每三個月呢 就要去 嚴問局報道一次 就是差不多一年 你就要報道四次 這樣 都挺煩的 就是 這裏的嚴問局 都遠離我住的地方 我想都可能 你住任何地方呢 只要近市區 都是遠離的 因為它是遠離市區的 一個移民局 除了聖堂 後面那個站 就去一個小的移民局 是嗎 其實Banggok 就分開幾個地方 幾個地域 剛剛 Stone 住的地域 的移民局 就很遠離市區 但是我也有聽 一些朋友跟我說 如果去住聖堂 或者Bellin 後面 移民局 會比較近一點 就沒有那麼遠 是不是 如果90天的報告 每三個月 又要去一次移民局 就很煩 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 我可不可以簽長一點 去解決這件事情呢 關於這個90天的報告 我覺得 這個一定要做的 因為它和你一年 即是脫休簽證 你認為它是沒有關係的 總之 只要你在泰國 連續住 超過三個月 你就要去移民局 做一個 90天的報告 即是去報道 即是說你現在還在泰國 這個意思 這樣換之 這樣算 你每年 就要報道四次 正常來說 如果你全年都留在泰國的話 你每年就要 三個月去報道一次 三個月去報道一次 一年就要報道四次 但是你有另一個方法 假設你的情況是 你可能住未夠三個月 兩個月 你又回到香港 或者去其他附近的國家 例如南 馬來西 即是出境 再入境 那它就由頭算起了 例如我一月來到泰國 然後我住到一月底 一月三一 一月底 來到四月底 我本身就需要去做一個 報道三個月 即是九十日會託 但是如果我三個月 未到三個月 我就出國 回香港 或者去其他國家 但要出境 那我再回來 又入境那天 算起三個月 我這樣說 說真的 去做這個 九十日報道的報道 其實是很容易的 一定很快就可以 拍到給你 即是即日可以 拍到給你 但是有個麻煩 因為我住那裡 就不要緊要密閣 變成 你每次一海一湖內湖 都要大半天 多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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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來說 其實這件事 有另一個方法 可以交給一些 東地的 一些代辦公司 我都很幸運 有朋友介紹 給我一間 東地的 日本人開的 因為這裏 日本人多 所以那些 很多日本公司 都在這裏 做生意 找到一間 日本公司 幫我代辦 那 那個費用 其實一點都不貴 我覺得 就二百五泰銖 幫我 我只要交下一個護照 唯一 就是我的護照 交下給他們 就經不見了 不是 其他都沒有什麼 我覺得 都二百五泰銖 真的可以的 因為我自己 試過 去一去 移民局 一次來回 其實的士 費有時候 已經是二百五泰銖 那 我覺得 還有他們 大概四五天 就可以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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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 付出一本護照 給你 封面辦理好 簽證 我覺得這件事挺方便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 你過來泰國住 就看看附近 有沒有代辦 Visa的 agents 是不是以你所知 只是代辦 九十天 其實 很多事情 或者 關於移民局 去移民局 辦理的手續 很多事情 他們都可以 例如 Working Permit 或者 很多其他事情 他們都可以對辦 嗯 大家留意一下 你們找那個 agent 有什麼可以提供服務 你們又覺得方便 其實 Visa這一方面 在泰國 不難解決 找 agent 或者 很多朋友 在這裡 都應該有資料 有經驗 因為 在街上 每隔幾區 又或者 日本人住的區 堂羅 Eckermai 其實 他們都有時候 會登廣告 我們看到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外國人住的地方 通常都有這些 幫人辦 Visa的公司 貼著 這個是 可以說 給你們的tips 這樣 那 還有一件事 或者我們要留下一集 再訪問Stone 因為 Stone的 退休簽證 就說 每一年要續 但是 原因 就是因為 Stone帶來 一個未夠退休年齡的太太 來泰國退休 所以才會是這樣 我們就知道 現在 如果你個人申請的話 兩年才需要去移民局做個大族 大族的意思就是 一簽 他會簽一個很長時間的Visa 給你留在泰國 但是 90日簽證 有另一件事要做的 這樣 其實如果單人申請 就主要 要著重這兩件事 至於其他 恩親 工作 讀書Visa 也是另一個遊戲規則 或者今集 我們多謝Stone先 好 多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好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請你上來 訪問一下你 關於恩親簽證那方面 帶太太來 應該有什麼注意 有什麼跟單人不同 或者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沒有問題 希望幫到大家 是的 好 多謝先 多謝各位 如果有什麼要求 或者提問 記得在我們的YouTube 或者Facebook留言 也很多謝各位的支持 我們都一直在 人數上升著 希望越多朋友 進來我們的網頁 就早些明白到 在泰國生活的點滴 知道了解多些 甚至在你決定 擺不擺一筆大錢過來 去買樓 還是租樓 還是長住 那時候 希望我們的第三方意見 都可以幫到你的 拜拜 追求